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歌手呢 我其实一直希望把更多更好的 然后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然后在去年的一年呢 我也是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 第二张的新的专辑 然后呢也在电视剧,然后电影 然后都有新的作品 会在明年陆续的播出上映 所以呢我也是希望继续努力 把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人物 其实身上更多背负的是一种责任 无论是对我的家人 还是对于我自己 还是对于我的粉丝 我觉得不论是在台上 还是在镜头前 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带给他们 然后才是我最需要做的事情 音乐对于我来说是我最初的梦想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做乐队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觉得音乐 就只是自己的目标 是自己的梦想 是希望能把音乐做好 大家能够喜欢 就是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态度 所以现在呢回归自己的初心 回归本质 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音乐 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带给大家 然后带给大家 我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呢我也是希望把中国的文化 然后能够带到国外去 因为从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也自己开了亚洲新闻演唱会 然后也到一些亚洲别的国家去演出 当我到那些国家的时候呢 看到就当地的很多 他们特别喜欢我的歌 然后特别支持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 然后我也是希望能够 不断地这样子把自己的音乐 然后带有中国特色魅力的这样子音乐 呃带给他们 然后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 对于 呃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 更多的是 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也在这方面 2018年呢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的 新的影视作品 然后呢 呃 我也是希望 我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我希望 都可以有 不同的出货 来的